針對今天下午全台17個縣市停電的事件 我們在此先向全國的民眾致歉 相關首長一字排開鞠躬道歉 經濟部長李世光主持記者會 率先說明這次全台大停電的原因始末 並且表明會負起政治責任 外傳很多次都說經濟部長可能會下台 這次會成為最後一根稻草嗎 就是說我們該負的政治責任 我們完全不會閃躲 說自己不會閃躲 因為早在記者會召開之前 李世光就已經向行政院長口頭請辭 行政院對於經濟部長李世光口頭請辭 在記者會前口頭請辭 那行政院長接受他的口頭請辭 那書面的辭成會在明天或者後天補上 立法院接著臨時會 如果決議要行政院去做相關這次 跳電事件的報告 行政院尊重立法院的決議 行政院緊急召開記者會 強調李世光已經請辭獲准 也說行政院願意到立法院赴金請罪 就是因為朝野立委一致開轟 除了國民黨立院黨團發出聲明 要求經濟部長李世光負起完全政治責任 下台負責 並且要求行政院長林權到立法院專案報告之外 民進黨自家立委燕怡金也忍不住在臉書開炮 怒批扯到無法忍受 點名李世光下台負責 就連總統蔡英文也難不被驚動 在全台電力供應逐漸恢復後 臉書PO文說 對於這次停電代表政府向全國人民道歉 會在最短時間內給全體國人一個清楚的報告 中油公司向台電表示抱歉 向全國的民眾表示非常的抱歉 那麼這個事情中油公司要承擔完全的責任 中油董事長陳經德也在記者會上 為了天然氣中斷供應而跳電不斷道歉 一場跳電全台受影響 不僅跳掉了李世光的烏紗帽 總統蔡英文 習政院長林全恐怕也難逃民調下滑的命運 記者台北綜合報導